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看建军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历史上那些让人感到无比痛心遗憾的朝代 秦朝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 历史一百多年期待国君才完成的统一大业 仅十四年疏忽一事 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令人唏嘘不已秦不仅在地理上完成了统一 更开创了政治的统一 此后统一这一政治观念延续并汇集后史 尤其是秦朝的法治建设 在中国古代封建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云梦睡虎地秦简 还是李一秦简君可证明 秦王朝法治建设的先进合理与前瞻 其普法之力度就是今天也不遑多让 秦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 然而却并不包括其政治制度 正如辽宗元所说秦之师在于正不代至秦 始皇进朝公元265年 司马延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 建国号为继 公元280年间灭亡 至此中国历史结束81年的大动乱 再次回归一统 开国皇帝司马延在创业之后 才取集系列措施 逐步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可惜 金钱地位总是会让人迷失的 司马延开始沉迷于声色 交涉淫义 朝政逐渐荒废 皇帝如此 下面的大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整个西晋社会都弥漫着奢靡之风 司马延司马延死后外戚干政 最终导致巴王之乱 西晋国力大大衰弱 而此时期 周边少数民族趁机起兵 西晋灭亡 中原沦陷 生灵涂炭 司马王室南清 而北方的黄河流域 则成为各少数民族的逐温之地 直至中晋灭亡 中原从未被东晋所收复 国家未能统一 从西晋灭亡到隋文帝 阳间统一全国 期间 大分裂时期长达四百年 宋朝南北朝此宋朝非赵匡印 所建之宋朝 是为难 北朝时期刘豫所建的朝代 宋武帝刘豫金戈铁马 其吞万里如虎 刘豫在位晋江时 军事上可是丰功伟绩 讨灭环玄 兴富进士 北秦慕容超 南霄鲁巡 所向无前 非其才之过人 安能如是乎 刘豫刘豫的北伐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从南向北打比较成功的范例 灭了南雁 后秦 夺取了山东和南 陕西关中一带 刘豫出身寒门 经过苦心经营 得以称帝 自知来之不易 所以称帝后不但减轻赋税 而且关心民生 自己更是出了名的结解 如果上天不是给他两年时间 而是给他十年时间做皇帝的话 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南北朝时代 隋朝隋文帝建立隋朝后 恢复汉人正统和秩序 彻底光处华夏文明 结束了五湖乱华以来的混乱和黑暗 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 开创开皇之制 开始推行三省六部制和可举制 在他的领导下 灭臣完成了中国的再一次大议统 即 人者隋阳帝的金航运河等工程 都势力在当下 工在千秋的 但是被高距离 被隋阳帝的征盛之心耽误了 不是那么好战 适当的给自己台阶下 就不会最后连口棺材都难得吧 隋阳帝或许无德 但一定有功 隋阳帝后周后 周氏五代 十国十七五代中的最后一个朝代 从周太祖郭威灭后 汉泰国到九百六十年 赵匡印臣侨兵便取代 共十年时间 周太祖郭威上位之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减轻摇曳 整顿军纪 遏制腐败 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郭威武子 其死后 皇位尤其养子柴荣继承 侍卫周氏宗 柴荣周氏宗柴荣 可是个雄才大略之人 在北汉和辽国的联军南京的压力之下 力排重义 毅然挥军对杀 大破之 柴荣善于治军 命兵不转及兵法 明治指兵法已失传 制定了消除割据 实现统一计划 攻取西气一带 三征南唐 而后 为把辽人驱逐出幽云十六州 开始 徽军北上 进攻辽国 连克树城 辽人已经闻风放胆 准备气手幽云十六州了 可惜快打到幽州时 柴荣不幸病重 班师回朝 到东京后不久就归西了 而后 才有赵匡应的黄袍加身 建立了宋朝 宋朝 宋朝商业发展非常开放 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经济总量更是世界第一 科技发展水平 也是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可惜的是 从宋朝建立开始 就注定了军事能力不强 赵匡应就是军事政变 取得了黄磊 他上位之后 肯定时时担心自己会被取代 处心积虑的减弱将领的军事指挥权 严重束缚将领军事才能的发挥 并且北宋经常让军队调防 这就造成兵不实将 将不实兵 能打好仗才是奇迹 赵匡应对外战争大多失败 宋徽宗时期装好享乐 不理朝政 造成民怨沸腾 起义军遍地 最终导致对金战争完败 宋徽宗和宋亲宗 以及后宫和大量官民女眷被俘虏 这些女眷包括 公主妃子大部分被没入金国妓院 史称靖康之耻 南宋统治者无心抗金迎回二省 只想天安一余 最后更是错叛局势 联盟灭金 金被灭之后 淳亡史寒 最终崖山海战失败 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 许多忠臣追随其后 十万军民跳海殉国 至此赵宋彻底灭亡 明朝明朝作为汉民族最后一个大义统封建王朝 对明朝的遗憾很大程度上是后面清朝一百多年的屈辱造成的 只可惜历史不能重来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到崇祯帝的无力回天 从内阁的出现 壮大的宦官专政与党派斗争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 持续发展到海经政策的严格实施 大明王朝击中南反 一步一步走向历史的深渊 当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日 当崇祯帝自益于梅山之时 明王朝依旧没有放弃抗击 明朝被灭以后继续抗击清朝长达三十八年 崇祯帝清朝清朝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 一个封建王朝 也是第二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清朝人口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多的 清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使得社会经济均有所发展 中央集权专制体制 达到封建王朝的顶峰 国力强大 秩序更加稳定 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 明末军权的松懈迹象被彻底扭转 君主专制更加稳定 清除满洲贵族的大四圈地 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 大搞文字语 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 晚明思潮被终结 替发一幅 给予其人以特权 使其迅速腐化 清视科技 顾不子风 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步被西方所超越 并越拉越大 道光帝 道光皇帝在英国的洋枪洋炮下 无奈地开了个不平等条约的头 道光11850年死后 一宁继位 及前封皇帝 在位期间 正逢清朝乱世 国库空虚 危机四伏 继位不到一年 太平千国籍在今天袭议 而后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真是内忧外观 咸丰皇帝有重整天下之心 却无回天之力 在1861年寒恨而死 他割地赔款也就罢了 把位子留给自己的后继之君 也许后继之君会有更大的作为 可是 他却留下个祸根 就是他宠幸的义赫纳拉玉兰 死人就是以后慈禧 慈禧在咸丰死后 在幕后操控朝政毫无建树 而且慈禧是安逸享乐之辈 只知道用钱盖戏联子 搞授臣 但是不知道变法革新 增加军备 致使满清甲午战争战败 而后被八国联军入侵 不但再次割地赔款 而且国格丧尽 以上就是看建军为大家盘脸的历史上 让人遗憾痛心的朝代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酣畅抒发 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加入看见历史群和大家一块讨论 文章材料整理于看见历史群 感谢at千古一琴 at紫燕 at孙健 at小爷对历史地里人文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群 里面有一群跟你一样对历史地 里人文感兴趣的小伙伴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